那么极乐世界的好 好在那里 就是阿弥陀佛说法 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呢 回过头来就看 本思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三十岁 事先开悟 大车大悟 宁兴兴兴 无聊之后 立刻就讲经教学 首先到陆叶云 读乎比丘 七十九岁 远吉 听听 说法讲经没有一天中断 我们在经上没有看到 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 没有啊 现在看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讲经没中断过 阿弥陀佛哪一天中断过 我们现在用网络 用微信 不在我们讲堂 不在道场人都能听到 阿弥陀佛以他的神通道理 他说法的音声 周边发解 只是我们现在这个耳朵 接收器 不行了 有障碍 有故障 听不到阿弥陀佛 说法的音声 那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能听到呢 照经典里面说法 出谷就有资格听到了 出谷 六种神通恢复了两种 天言天耳 在大臣呢 就是出行为的菩萨 出行为的菩萨 有天言通 有天耳通 他要一心想听 阿弥陀佛说法 一心想见 西方极乐世界 我相信他能够见到 为什么 跟阿弥陀佛感应到脚 弥陀慈悲 大师之云通章上讲得好啊 义佛念佛 献钱当来必定见佛 我们如果有这个 粗性为菩萨这个条件 就能现前见到阿弥陀佛 不必等到极乐世界 现前可以见到啊 现前可以听到 弥陀说法 葡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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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萨